当地时间5月8日,哈里王子出现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圣保罗大教堂,参加纪念俑者不败运动会的创立十周年活动。 这也是他极其重视的一项活动,因为他就是这个运动会的创始人。 只可惜,不只是他的亲爱的妻子梅根·马克尔没有陪同他出席,就连王世家人们也无一人出现。 不过现年39岁的红发王子还是保持了饱满的精神状态,带着灿烂的笑容向围观者们挥手致意。 虽说父亲、哥哥、叔叔等都没有到场,但是哈里的亲舅舅来了,也就是已故戴安娜王妃的弟弟,第九代斯宾塞伯爵查尔斯,此外还有戴妃的姐姐简费罗斯女爵。 显然两位戴妃的至亲很愿意向自己的小外甥表达支持。 在活动开始前,哈里先是充满热情地拥抱了二姨妈简,之后又和与自己的父亲同名的舅舅查尔斯来了一个热切的拥抱,进行关系亲密。 戴妃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据悉,兄弟姐妹四人的关系就像大多数家庭中的那样,既彼此关爱,同时也存在着分歧。 现年67岁的简是戴妃的二姐,她们还有一个现年69岁的大姐莎拉,和哈里一样都是红发,但不是特别红。 莎拉曾和查尔斯约会过,但后来她促成了妹妹和时任英国王储的婚姻,却也没想到是一场悲剧。 而至于简和戴妃的关系,则存在两种说道,一种来自戴妃生前的管家巴罗·伯勒尔,称姐妹俩关系紧张多年,直到戴妃去世,已经许多年没有说话了。 但戴妃的童年,保姆玛丽·克拉克却称,戴安娜和简的关系还好。 真相究竟如何,外界就不得而知了,而且也没有深挖的必要了。 戴妃的两个姐姐和弟弟,虽然都是贵族,但平时并不经常抛头露面,尤其是两个姐姐更是过着不被打扰的生活。 但哈里似乎有意,想要展现自己和姨妈以及舅舅的亲密,他曾多次在重要活动举行时邀请他们出席,从自己的婚礼,再到儿子阿琪的洗礼仪式。 而威廉和凯特的三个孩子举办洗礼仪式的时候,没有一次邀请他的姨妈或是舅舅参与全家福的拍摄。 为此有评论指出,哈里是在有意向外界传递自己比哥哥更爱母亲的娘家人。 但事实上,无论是莎拉还是剪斗兽邀出席过威廉的婚礼,此外也有消息称,威廉和妻子凯特和莎拉的私下交往其实是相当密切的,他们还曾一起去度假,只不过不愿意大张旗鼓地展示出来罢了。 戴妃去世的时候,哈里十三岁,想来受到的创伤肯定是不小的,但他留在王室的时候倒也没怎么提起。 但遇到梅根之后,他就如同觉醒了一般,经常把母亲挂在嘴边,就好像戴妃的去世只有他一个人感到难过似的。 但他忘了,哥哥威廉当时也不过才十五岁,他同样忍受着丧母之痛,却也没有像他那样,无论什么事情都归咎于丧母的创伤。 此外,有报道称,国王故意安排了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命,以与哈里的访英时间重合,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哈里公爵的明显冷嘲热讽。 哈里王子本周首次回到英国,抵达伦敦,参加本周末举行的首届不可征服运动会冠军联赛锦标赛。 这个由哈里于2014年创办的体育赛事允许受伤的退伍军人参加各种适应性体育运动。 虽然这次旅行无疑会引发哈里复杂的情绪,因为他要向已故的祖母致敬,但他的父亲国王似乎不急着平息事态。 尽管他们在同一座城市里只有一步之遥,但消息人士表示,查尔斯忙于皇室职责,无暇亲自与哈里会面。 一位宫廷内部人士对英国小报说,国王的日程排满了,根本找不出时间。 然而,人们对一个特定的约会时间的明显安排时机引起了关注。 据透露,查尔斯将在下周四主持一场正式仪式,正式接任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荣誉院长职务。 这个备受尊崇的军事赞助人身份曾由哈里王子担任数十年,他曾与英国军队一起在阿富汗执行两次任务,并一直对退伍军人视野充满热情。 哈里在2020年确认决定辞去了荣誉的海军陆战队职务以及其他荣誉军职,当时他宣布放弃作为高级工作王室成员的职责。 现在,正当哈里回到伦敦参加不可征服运动会时,他的父亲安排了这个备受瞩目的交接活动,确保他在哈里仍在英国期间主导下周的皇室新闻周期。 一位地位崇高的宫廷人士被引述说,在君主制中,时机是一切,这一举动无疑会被视为对哈里的冷落。 哈里自从搬到加利福尼亚以来一直感到被家人排斥。 虽然无法知道查尔斯国王的真实动机,但这个明显的巧合无疑给温莎王室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增添了火药味。 有报道称,查尔斯决心领导一个精简王室,专注于核心高级成员履行皇室职责。 也有人怀疑,新君主仍然对哈里去年的暴晒野心感到受伤和沮丧。 哈里在采访中批评了父亲的育儿能力,并指责王室对他的精神健康问题和对他儿子肤色的种族歧视言论置之不理。 当然,这并不是父子之间紧张关系的第一个迹象。 当哈里夫妇在2020年争议性地宣布打算退出王室时,据说他们没有事先咨询女王或查尔斯,这严重伤害了家庭感情。 他们在第二年与奥普拉、温福里进行的戏剧性电视采访中,指责白金汉宫缺乏支持,被认为对哈里与父亲和哥哥威廉王子的关系造成了永久的伤害。 现在,当哈里在英国参加活动时,他的父亲接管了他的旧军团的军职,这似乎是一个经过计算的冷落。 这表明查尔斯希望迅速取代哈里在家族企业中的角色。 同时,这个时机剥夺了他的儿子公开庆祝交接和向海军陆战队告别的机会。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他们的赞助人。 这位分裂的父亲是否终于受够了,并利用自己作为国王的新地位来果断地彰显权威并削弱哈里与流的影响力? 只有王室成员们自己才知道,但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场竞争在真正实现和解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 至少目前来看,像这次最新的明显冷落这样的微妙行动只会凸显温莎王室中这两个最著名的红发人物在同一座城市时关系的冷淡。 在一片喧嚣与猜忌的漩涡中,梅根选择远离风暴中心,留在美国的家中,而不是陪同哈里王子踏入那片充满争议的英国土地,参与不可征服运动会。 这一决策,被广泛解读为对当前与王室及英国媒体紧张局势的深刻洞察,一种智慧的自我保护,碾于陷入舆论的又一轮漩涡之中。 他的缺席,仿佛是用沉默的背影,对王室那台永不停歇的戏码投去一抹讽刺的冷笑。 然而,梅根并未全然避开聚光灯,他与哈里携手规划的尼日利亚之旅。 无疑为这对夫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远离王室的阴霾,沐浴在非洲大陆的热情阳光之下。 与当地服务人员的互动,以及对尼日利亚璀璨文化的沉浸,这一切都被精心设计为一种公关策略,企图将公众的目光从所谓的冷遇中转移,转而聚焦于他们的积极形象与人道主义情怀。 飞辞·威廉姆斯的观察,如同一针见血,指出这对夫妇正试图在公众舆论的棋盘上布下一枚新的棋子,以此来改写游戏规则。 至于威廉与哈里,这对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如今的疏离,犹如一道难以跨越的天欠。 飞辞·威廉姆斯直言不讳地指出,两人之间的信任已荡然无存,任何和解的尝试似乎都是徒劳的幻想。 过去的争吵与误解,像是一层层厚重的迷雾,遮蔽了他们曾经共同走过的道路,让人心生悲哀。 在公众的审视之下,两兄弟的裂痕似乎已被永远地固定,成为了王室历史中一道不可磨灭的疤痕。 然而,在这绝望的背景下,飞辞·威廉姆斯设想,若哈里与梅根能够利用他们的国际影响力,反转先前对英联邦的批评,转而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 或许能成为他们回归王室怀抱的钥匙。 这不仅需要他们对王室角色有深刻的反思与认同,更要展现出对英联邦价值的真诚接纳,哪怕这价值曾是他们激烈批评的对象。 这种转变无疑是一种妥协,一种对现实的屈服,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成长。 在尼日利亚的泥土中拨洒希望的种子,哈里与梅根必须以谦卑之心,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对人道主义事业的承诺绝非空谈。 每一步,无论是深思熟虑还是即兴之举,都将被放大解释。 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微笑,都将成为他们试图跨越裂痕,重获信任的见证。 最终,通往和解的路,不是单靠梅根的缺席,或任何单一策略就能扑救。 它需要双方的真诚努力,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对家族裂痕根源的深刻理解和包容。 苏塞克斯夫妇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引领他们走向截然不同的未来。 世界秉析等待,这场王室大戏的下一幕,究竟会如何展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